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收看第三节 接着我们继续讲讲七一当期时的震撼 我记得我当年也在里面 是直接迫不及到到维园 你是在哪里 我在铜锣湾街 你是想入园 但是因为我连前面有什么人 我也看不到 只是被人群包住了 包住了多久? 很久 最後都不能走入維園 整個小時 之後就回回頭 回頭? 兜路走 回家走 你沒有遊行了? 沒有了 真的浪費了 又少一個 當時的情況也是多得葉太 他們跟政府說 你不入維園 我就不數你的 那些人很緊張 我可以來遊行街 當然想你數 那些人就是要逼入維園 但其實維園已經逼爆了 但更慘 就是維園裏面的人 又出不來 就好像你們那樣 你又要塞進去 他又要出來 有些人 你知道嗎? 你很幸運 你轉過來走 有些人 在維園裏面六個小時曬 你知不知道多慘 但是這麼辛苦也好 是沒有暴動的 是沒有吵的 是這樣 慢慢都要出來 那天真是很轟動 不知道到下午 四五點還是六點 蔡耀昌 他是總指揮 那些人問他多少人 今天多少人遊行 他說五十萬 我們每個人都想斬死他 大家看都怎會知道 五十萬人 全部都是人 後來有些人就看 有些人又數 看上去應該算是 由七十至八十萬 有些人說更加多 你說多震撼 是 而且那天是熱到抽筋 是 每個人都穿黑色 其實我那天是站到 橫穩地 被人兜頭 淋水到我的頭 誰啊?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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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理溫家寶 看到這個場面 都是很震撼 那之後呢 也有來講 是挺董 他當然要挺董 不過去到罵董 因為 溫家寶那一早都在香港 他那時候沙士 還去淘大化院 你知道爆發最多的區 還去探望那些人 還要抱著那個寶寶 很溫馨的 那我怎麼幫你香港 然後問他 你遊行啊 有多少人 政府告訴他有三萬人 三萬人 那溫家寶就走了去深圳 在深圳看著 怎麼知道剩幾十萬人出來 如果你說你是溫家寶 你說你生氣不生氣 立刻打電話 你懂的話 你又告訴我三萬人 怎麼會剩七八十萬出來的 我剛才抱著那個寶寶 你香港人真是活該 是不是吃碗底飯 你們這些香港人 我相信 激到溫家寶 所以問題就是這樣 香港人呢 也不是說生我溫家寶 你去抱抱嬰兒當然是好 你幫香港沙士當然好 但有需要的 他會走出來 所以今年七一 又有曾蔭權 又有代表論 又說 我代表整體香港人 有經濟和法治 就會殺人沒有事 喂 大老 有沒有搞錯 所以今年 更加要走出來 你覺得溫家寶這個挺董的表現 或者挺港 對於整個香港特區政府 有沒有說有什麼影響呢 它有些是幫到香港的 譬如你說你自由行也好 你SIPA也好 給一些幫廠商那些 它是盡力幫 不過我都會 希望大家都會記得 其實這個是互惠的 老實說如果香港 真是一個很沒用的城市 你又猜不猜中央會這麼有空幫你 但是香港人 在這個珠三角 你知不知道是開多少廠 最高峰期 香港的廠 是聘請超過一千萬人 和香港人在國內多少投資 所以我們不要以為 香港真的很乞丐 什麼都沒用 中央是來幫你 你就以為了 香港是對它很有用的 所以它也是幫 當然它也是幫助 但是香港也幫了他們 所以這個是互惠的 你覺得這些幫 或者某些經濟措施 會不會是七一的副作用來呢 當然 因為七一搞了這麼多人出來 其實當時 任何政府都會很害怕 因為如果你有這麼多十萬人上街 可能是會 政府要倒台 上到這樣 哇 你的政府真的會倒塌 如果那些人真的衝擊你的時候 所以我相信他們是很害怕的 所以它就要找一些措施來幫忙 穩定一下 但是也有一個很壞的效果 就是中央覺得 特區政府是沒有用的 是管不了的 還有傳媒也很離譜 尤其是黃毓民 鄭經漢那些 因為他們認為是傳媒 或者是《蘋果日報》 是推出一些人出來的 所以它也都 後來就要封咪 就是不讓黃毓民做廣播 不讓鄭經漢 後來李鵬飛也不准做廣播 這樣也都在傳媒上一路收縮 在政府那裡 它也都不信任 所以一路派派很多人來香港 所以這個就是很差 因為那件事令到它很擔心 他們覺得 哇 你這班人 一分鐘失控 你的政府又這麼沒用 搞到民怨沸騰 這麼多十萬人上街 用什麼一下子就堆壞了你 所以它也都轉了去的想法 近年來已經經常說 香港說要爭取普選 其實回望我們2003和2004年的大遊行 你覺得我們這些市民 或者你們泛民 這樣會不會可以 在當時有機會做一些事情 去成功爭取普選呢 普選呢 一定會來的 希望你和我都看到 不單止香港 內地我們都希望有 雖然我現在內地都回不了去 你說劉慧卿 你內地都回不了去十幾二十年 你還說普選 但是要爭取 尤其是今年是北京大屠殺二十週年 最近出版了 趙紫陽一本書出版 說它被中共軟禁的時候 它的錄音帶 嘩 多厲害 一推出來就賣光 一推出來就賣光 你去書局看一下 排了大隊 所以香港人 不聲不聲就嚇你一怕 所以真是很轟動的香港人 我希望呢 有些事情是變 我希望內地也都有人 有良知的人 有知識的人 他們會覺得國家應該要改變 不只是講經濟改革 政治的改革都要有 我們香港 我們的人 尤其是包括你們年輕人 如果是大家多些關心 多些去推動 我覺得普選不是很渺茫的 嗯 我都希望普選快點來的 接下來又七一了 加上今年有金融海嘯 前陣子我們的曾特首 又講了一些言論引起公眾的不滿 你覺得 接下來今年的七一 會不會參加人數會上升呢 我就很希望 我們民主黨呢 也都會做很多事情 去呼籲市民上街 因為這個是一個 就是很好的方法 用一個和平 理性非暴力的方式 去表達自己的訴求 那麼就 很多不同的訴求的團體 越來越多都會用七一 是將它的旗幟拿出來 無論你說有些是外傭 有些是年輕人 有些是婦女 同性戀 各式各樣 社會工作者 醫療界 都會走出來的 我希望今年 都會有很多人走出來 因為其實 曾蔭權真的做得不好 很多人有不同的訴求 他想表達 那麼七一 應該是這些訴求的 出到一個高潮 所以我在這裡呼籲 你們年輕人 和所有的人 七月一號 不要離開香港 七一 維園見 是的 好像Emily所說 七一已經成為了 香港人集體表達意見的日子 大家到時可以在七月一號上街 遊行表達自己的意見 自己說出自己的意見 多謝收看我們的節目 也多謝Emily上來 好